偶然误入女人村,村里的几十名女人不让肖峰走,为此不惜将她囚禁,他们非要她做他们传宗接待的工具,肖峰不听,他们就把她关进猪圈百般折磨。肖峰是个旅游爱好者,平时就喜欢探索户外奇景,没想到一次深山探险之旅,给了她终生难忘的教训。 大家好,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,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。几天前,肖峰带好装备一大早就出发,近山的路途很顺利,谁知在返程时意外出现,先是她的手机信号突然全无,再就是她带的专业指南针,也失去作用,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肖峰。 顿时有些慌张,忙中出错她找了好几个小时,不仅没有找到出路,反而越陷越深,眼看黄昏到来,夜幕即将降临,而大山深处荒芜人烟,不时传来几声受火鸟叫,极为甚人。 正在肖峰做好了在大山过夜的心理准备时,一个神秘的小山村出现在她的视线中,太好了,有地方落脚了,肖峰激动地朝着小山村走去,远远的,她就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瘦弱青年,站在村口,她的周围十几个小孩子在蹒跚雪步,牙牙雪鱼,围着她叫爹,肖峰有些惊讶,这青年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,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孩子? 她媳妇就算一年生一个,这个年纪也生不了这么多,走见后,肖峰正身出手,准备朝男人打招呼,谁知男人见到她后神色慌张,赶紧带着孩子们离开,男人离开后,二三十个中年美妇从家中走出,眼神不善地盯着肖峰问她是谁,她是来干什么的?肖峰猜测他们的冷漠,可能是出于对外来者的戒备,于是解释说, 她是近山探险的游客,结果返回时迷路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,希望能在此借宿一晚,一个红衣美妇说原来是这样,远来适客,快来她家坐坐,听说肖峰旅游迷路后,红衣美妇抓住她的手,就要带她回家, 美妇大概三十多岁,皮肤白皙,身材恶诺,随着她的靠近,好闻的体香飘进肖峰的鼻孔,猝不及房下被一个美妇抓住手掌,滑溺温润的触缸让她忘了回话, 另一个风韵游存,眼神勾人的白衣美妇,拦住了红衣美妇,她说她是先发现小阿哥的,要去也是去她家,其他人建议让肖峰自己选择跟谁走,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系,何况是五六个风韵游存的美妇, 看着为自己争风吃醋的美妇们,肖峰感觉自己仿佛是唐僧进了盘丝洞,随时都要被女妖精们吃掉,正当肖峰沉醉在温柔相识,一个年过四十,浑身透露出淑女风情的淑妇出现,淑妇身材极为丰满,就像淑透的水蜜桃,她叫美妇们先回家,别吓到这个小娃,随着淑妇欲解的出现,周围的美妇马上停止争抢,纷纷离开, 叔父说山里天黑后会有野兽除没,她叫肖峰就到她家住一晚,叔父朝肖峰眨眨眼,露出魅惑的眼神,望着她完美的身材,肖峰咽了咽口水,不由自主地点头答应,肖峰边走边问玉姐,他们为什么那么怕她,玉姐慢慢地说,可能因为她懂得多点,村里大小事现在都是她说了算,她在村里的地位,就像他们外面的村长, 肖峰不确定地问,玉姐是不是去过外面,玉姐点点头说很久以前去过,不过现在村里的人都不能离开了,肖峰突然想到,玉姐应该对附近很熟悉, 这才问玉姐,她知不知道附近那个深坑,跟在玉姐后面,肖峰正要打听深坑的情况,玉姐脸色突变,突然转过身子,眼神阴狠地瞪着她,问她是不是去过那个深坑, 肖峰被玉姐的表情吓到,吱吱呜呜地说她听说过,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过吓人,玉姐说她都是为了肖峰好, 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去,会触怒山神带来厄运,玉姐明显知道些什么,但她似乎不愿意多说, 这让肖峰不由地对深坑的来历更加好奇,玉姐住在村头一间矮小的牧房里,堂屋正中间摆放着一个长长的条桌, 肖峰注意到条桌上有两个灵位,是两个男人的灵位,这让她突然想起,直到现在除了刚进村口遇到的男人, 她没有见过村里任何一个成年男人,玉姐问肖峰是不是口渴了,先喝口水,玉姐用竹杯给肖峰断来一杯水, 早就饥渴难耐的肖峰,毫无防备一眼而尽,谁知一阵眩晕感袭来,她失去了知觉, 迷迷糊糊糊中,肖峰睁开沉重的眼皮,眼前的景物慢慢回归她的视线中, 她正被五花大绑扔在柴榜里,嘴里塞着破布,想起晕倒前发生的事, 肖峰意识到自己被玉姐下药了,她为什么要这么做,后悔和恐惧感从肖峰的心里浮现, 早知道她宁愿在大山里过夜,也不愿来这个诡异的山村,这里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反常, 特别是那个玉姐,肖峰想到在报纸上看过的鬼故事,说是有些神秘的山里人灵智未开, 很多原住民如同野兽一样会吃人食谷,她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? 搁置一声,门开了,玉姐率先走了进来,她的身后跟着一群女人, 有几个肖峰在白天已经见过,口中的破布被拔出后, 她第一时间贺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,玉姐皮笑肉不笑地开口说, 他们没有有恶意,只是想请肖峰帮个小忙,听到玉姐的回答后不知怎么的, 肖峰的心里松了一口气,至少他们并不打算把她杀死吃掉, 他们有什么忙直说,能帮的她一定会帮,玉姐说很简单, 和她身后的姑娘们同房,让她们肚子大起来,怀上孩子, 玉姐的话让肖峰当场猛逼,她从未听说过这种要求, 这已经不是让她给一个女人传宗结代,而是帮一群女人传宗结代, 过分的是玉姐身后的女人们,估计没有害羞反而目光灼灼, 玉玉是,肖峰问他们的丈夫会不会同意, 虽然已经二十好几,但是肖峰一直都享受孤身走天下的感觉, 所以从没有近接触过女人的她,是个名副其实的雏妖, 玉姐无奈地说出了阿胜,他们村就是一个寡妇村, 没有成年男人,所以想请肖峰帮忙传宗结代, 老实说,屋里的十几个女人,年龄基本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际, 其中以三十岁左右的寡妇最多,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 在这山清水秀之地,尽管穿着谱,没有精致的化妆品, 但这些女人的皮肤和容貌也算上价, 特别是几个大胆的美妇,热情如火, 眼神直勾勾的引诱肖峰,明显是尝过婚心, 十岁之位,一时间肖峰有点心动, 但是,她不想让她的孩子成为牺牲品, 从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村里, 最终,理智占据上风,肖峰摇头拒绝, 她说她不同意,能不能换个事情, 欲解历生说那就由不得她, 肖峰问什么意思,问出这句话后, 她才察觉到异常,身体从内到外开始发热发芽, 就像在积蓄能量即将爆发的火山, 问他们给她吃了什么, 察觉到异常的肖峰拼命催吐, 欲解说这是她从山外的神医那里, 求来的神药, 吃了这个药保准让她快火似神仙, 肖峰没有想到, 他们竟然会用墙, 没想到她一个大男人, 竟然会被一群寡妇墙上, 她的第一次就要丢在这个小山村, 肖峰感觉身体迅速发热越来越强烈, 连眼睛都变成红似, 阿湘第一个上来, 她把肖峰的衣服撕成碎片, 让她强壮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, 干燥的地面迎来降雨, 栖栖栗栗的大雨消灭了燃起的火焰, 如果说第一个女人是九汉冯甘林的可口, 那么后面连着上身的女人, 就演变成大暴雨, 如洪水猛兽, 汹涌澎湃催枯拉朽般摧毁一切, 肖峰也不知道这是第几个女人, 只觉得浑身酸染无力, 眼皮都抬不起来, 就岔口吐白沫, 昏死过去, 好多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, 已经是第五个婆娘了, 小阿哥的身体真好, 剩下的姑娘她们明天再来, 再弄下去小阿哥彻底药废了, 一群女人享用完美时候, 摸摸肚子心满意足地离开,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, 只留下肖峰望着屋顶发呆, 整个人都像要死了一样, 十几分钟后, 玉姐再次走进柴房居高临下地问肖峰, 问她考虑得怎么样了, 肖峰艰难地睁开眼皮, 朝地上狠狠吐了口痰, 她说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, 她是不会屈服的, 玉姐没想到肖峰如此有骨气, 气得浑身颤抖, 她说静就不吃吃罚酒, 那就别怪她不客气了, 肖峰的嘴再次被迫不塞住, 随后玉姐从柴房里抽出几根掌腕道刺精条, 啪, 一鞭子下去, 肖峰的后背马上出现一条血痕, 这种用精条做成的鞭子, 抽打在人身上, 比普通的皮鞭痛苦何止十倍, 精条上无数根细刺, 在和她的皮肤接触瞬间, 扎进她的肉里, 随着精条的挥动, 刀刺断裂, 扎根进入肖峰的体内, 她只觉得像是无数根钢针扎进皮肤深处, 接着那些钢针在她的伤口处搅动, 玉姐抽完一鞭子后半秒钟都不停, 又是挤鞭子下去, 肖峰的胸口, 大腿, 屁股全部沦陷, 无尽的痛苦折磨着她, 但是她的嘴里被塞进破破, 惨叫声无法喊出, 她只能咬解牙关, 目自欲裂, 脖子上青筋爆出, 这个可怕的女人, 长得漂亮心肠却如此狠毒, 玉姐问肖峰, 被毒打的滋味是不是不好受, 如果想通了就点点头, 不用再遭受皮肉之苦, 玉姐活动着手腕, 暂时停下对肖峰的毒打, 可她低估了肖峰的决心, 肖峰这个人一向是吃软不吃硬, 面对玉姐的威胁, 她使劲摇头, 对玉姐怒目而示称, 如果眼神能杀人, 玉姐早已被肖峰碎尸万段, 玉姐说这可是她自找的, 玉姐不再流利, 手中的荆条不停地左右开弓, 肖峰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, 鲜血从大大小小的伤口里流出, 这时, 玉姐把失去道次的荆条扔掉, 离开了柴房, 肖峰不知道她要去干什么, 但有预感, 她肯定又想到了什么折磨人的手段, 肖峰没有想到的是, 玉姐竟然提来的一桶水质, 面对荆条的毒打, 肖峰念不改思, 但是看到密密麻麻的水质, 她的冷汗从脑门流下, 玉姐把这足足上百条水质扔在肖峰的身上, 肖峰强人恶心抖动身体, 但是她的四肢被捆绑得结结实实, 任何挣扎都只是徒劳, 无数的水质嗅到从她身体流出的血液, 马上张开大嘴, 牢牢吸住她的伤口, 几分钟后所有的水质都找到近视地, 不断地吸食肖峰的鲜血, 一阵阵又酸又麻又疼的感觉, 从她的伤口处传来, 吸食到足够血量的水质, 身体肉眼可见的圆鼓鼓起来, 最后从她的身体上脱落, 随着大量血液的流失, 肖峰开始出现头晕眼花的症状, 慢慢的这种症状越来越严重, 她的意识越来越模糊, 眼皮越来越沉重, 肖峰心想不行, 她不能睡着, 凭借顽强的意志力, 肖峰终于撑到最后一条水质, 吸满鲜血脱落, 玉姐说别急, 这只是第一天, 她倒要看看肖峰能撑的了几天, 玉姐丢下这句话后, 就离开了柴房, 两久, 一道男人的声音, 在肖峰耳旁响起, 是寡妇村唯一的成年男人, 阿生, 肖峰没有理会她, 在肖峰看来, 阿生和这些目无法记的野蛮人没有区别, 阿生告诉肖峰, 他叫杨明生, 十年前被拐卖过来, 今年刚满二十岁, 杨明生的话让肖峰心中大惊, 转头看向他听到他讲起后面的故事, 杨明生出身农村, 家里父母早逝, 爷爷奶奶白病缠身, 平日里杨明生总是在村头村尾独自玩耍,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带回家, 那一天, 杨明生在村外碰见一个漂亮阿姨, 漂亮阿姨说他来找亲戚迷了路, 心思单纯, 毫无防备的杨明生, 主动带着漂亮阿姨找路, 在经过一片树林时, 他被漂亮阿姨捂住口鼻迷晕, 几经周转, 最终他被拐骗到大山深处, 拐骗他的漂亮阿姨正是玉姐, 他被骗制的地方正是寡妇村, 玉姐于众心长地摸着杨明生的头说, 以后这里就是他的家, 自己就是他的妈妈, 杨明生趴地把玉姐的手打开, 说玉姐不是他妈妈, 他要回家, 玉姐面色突变, 力气从生, 他拿起家里的扁担, 照着杨明生的身子狠狠拍得下去, 杨明生本就身材瘦小, 玉姐这一扁担下去, 打到杨明生的肩上, 巨大的疼痛传来, 杨明生只觉得骨头都快断了, 玉姐越打越兴奋, 手里的扁担使劲朝杨明生挥舞, 躲闪不及的杨明生, 不一会就被打倒在地上, 劈开肉绽, 浑身是伤, 玉姐居高临下, 眼神凶恶地盯着地上的杨明生, 并让杨明生叫他妈妈, 尽管被打得满身是血, 杨明生仍旧倔强地拒绝, 气急败坏的玉姐, 拔掉杨明生的衣服裤子, 把他赶到屋外冰天雪地中, 此时正值寒冬, 山里的气温更低, 杨明生一个十岁的孩子, 如何能承受零下几度的冰寒, 几分钟后杨明生被冻得意识模糊, 口鼻发青, 缩成一团, 身子像筛糠一样, 不停地瑟瑟发抖, 等到杨明生即将晕倒, 玉姐才把他拎回屋里, 杨明生因此高烧三田, 差点一命呜呼, 即便如此, 他还是不肯开口叫玉姐一声哇嘛, 怒气之下玉姐把杨明生绑住扔进了猪圈, 猪圈里肮脏潮湿, 臭气冲天, 两头大母猪对闯入领地的刘俊生, 哼哼几声表达不满, 见杨明生没有危险, 这才缩在角落, 继续睡觉, 此时的杨明生后悔不已, 他抱着身子蜷缩起来呜呜哭泣, 他无比想念家乡, 想念和蔼的爷爷奶奶, 友善的父老乡亲, 从小哪怕家里再穷, 爷爷奶奶总会把最好的留给他, 知道他喜欢吃鱼, 爷爷不顾孱弱的病区, 哪怕在寒冷的冬天, 也要下河给杨明生捕鱼, 奶奶总说他喜欢吃鱼骨头, 把鱼身上的肉全部留给杨明生吃, 看着杨明生大口吃完, 奶奶比自己吃到还要开心, 杨明生想起爷爷奶奶说的外面坏人多,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, 但是为时已晚, 他已经身陷膜哭, 欲解故意饿着杨明生的肚子, 不给他吃喝, 两天后杨明生实在饿得受不了, 跟大母猪抢猪食吃抢哨水喝, 牲畜般的折磨杨明生仍然没有妥协, 直到那天, 猪圈的门被打开, 欲解拖着一个年轻男人扔进猪圈, 男人浑身赤过过, 脸上红肿, 身上到处青子, 明显刚被殴打过, 整个人气若油丝, 奄奄一息, 欲解说没用的男人, 他恶狠狠的一口浓痰, 吐在男人的脸上, 似乎觉得不够解气, 欲解回屋找了一把封闭的剪刀, 对着地上男人的身下咔嚓剪去, 痛苦的喊叫声响起, 男人就这样被物理阉割, 欲解凶残地剪下他作为男人的标志, 大量的鲜血从男人的伤口处涌出, 流到脏乱的地上, 混合着猪食猪酿, 杨明生发誓那是他一辈子的阴影, 欲解此时就向残忍嗜血的恶魔上身, 拿着剪刀不停地扎进男人的体内, 鲜血被击射到欲解的身上, 脸上, 男人很快没有了声息, 就连猪圈的猪也被欲解吓到,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, 第二天, 男人的尸体不见了, 取而代之的是, 猪草里多了很多剁碎的鼠肉, 明白那些肉是什么的杨明生遍体通寒, 上吐下泄, 唯有那两头母猪吃得津津有味, 杨明生对欲解叫了一声妈妈, 说只要妈妈肯放过他, 他就答应妈妈, 怕急得杨明生只能选择妥协, 欲解在给杨明生带上脚练手练后, 很高兴地为杨明生打水洗澡, 整理出床单被套, 欲解叫杨明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, 在这里好好生活, 等他长大了, 帮村里的女人生完52个孩子后, 妈妈就放他离开, 杨明生终于知道, 欲解拐骗他来寡妇村的目的, 同时他也知道被害的那个男人, 和他一样是被拐骗致死的孤儿, 只因那个男人和村里的女人同房许久, 却不能让任何女人怀上孩子, 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寡妇们残忍杀害碎尸, 现在杨明生成了全村的希望, 但是杨明生只有十岁, 发育不够成熟, 等到他十八岁成人后, 他就要为村里的寡妇传宗结代, 自知逃离无望的杨明生, 施着接受在小山村的生活, 不再反抗之后, 村里的阿姨们各个温柔和善, 对他充满宠溺, 就连他最怕的欲解, 也化身和善可亲的长辈, 对他嘘寒问暖, 温心备至, 杨明生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, 只要他无法满足村里人的期待, 或者流露出想要逃离的想法, 这里所有人都会在此变成恶魔, 八年的时间慢慢过去, 终于杨明生迎来了十八岁, 那天, 村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, 村里二十几户人家, 挂起了自制的红灯笼, 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的布置现场, 杨明生住的房间也贴满喜字, 床上的被子被套, 都被换成崭新的大红色, 村里那叫一个热闹, 只是这些热闹跟杨明生有关系, 又似乎没有关系, 估置好一切后, 成人里前一天晚上杨明生彻夜失眠,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成亲, 他有想到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的父母, 以及几年未见的爷爷奶奶, 不知道身体不好, 又遇上孙子失联的爷爷奶奶, 现在是否还在人间, 那一晚, 杨明生想了很多, 正当困意袭来, 他即将沉沉入睡时, 堂屋里传来的动静, 有一个声音说是他对不起八公, 大哥, 那的雷雨夜他明明看到山壁上金光闪闪, 这些年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中, 他有罪, 当他给村里赎完最后, 他马上下来陪他们, 杨明生听出嘴里念叨有声的是郁姐, 他似乎正在对着堂屋的灵牌说话, 说话声断断续续的传到杨明生的耳朵里, 只是杨明生听不懂郁姐话里的意思, 这些年, 杨明生知道了小山村的一些秘密, 村里共有二十三户人家, 以前这个小山村和其他村一样, 过着南耕女制的生活, 男人在大山里打猎, 开荒, 种田, 女人在家洗衣, 做饭, 带娃, 日子过得简单平淡又温馨快乐, 直到有一天, 全村的男人, 上到七老八时的白发爷爷, 下到十岁左右的少年小子, 天不亮就到附近几公里外的大山里挖宝, 谁知那天大山轰然崩塌, 整座高达数百米的大山瞬间消失, 连同山里全村男人诡异不见, 只留下原地深不见底的巨坑, 一夜之间, 这个小山村成了彻彻底底的寡妇村, 事后玉姐说这是山神降下的惩罚, 为了不再触怒山神, 村里任何人不准靠近深坑, 也不准谈论此事, 不仅如此, 玉姐还说村里被下了诅咒, 村里的人不可外出不可外驾, 否则会给全体村民带来厄运, 玉姐的话没有人反驳, 没有人有意义, 从此, 深坑成了村里的禁忌话题, 第二天, 太阳升起, 杨宁生迎来了他的成人礼, 他穿上了村里妇人为他亲手编制的礼物, 用爱叶泡澡后, 再用香薰烘干身体, 村里很久没有办喜宴, 大家都把杨宁生的成人礼, 当成共同的喜事, 所有人都沉醉在喜悦的氛围中, 只有杨宁生像个提线握舞被人摆怒, 晚上, 杨宁生就像大姑娘上教头一回, 等待来人的宠幸, 第一个进来的正是阿湘, 成熟美艳的阿湘, 今天特意梳妆打扮了一般, 柔顺的长发披散在肩, 柳叶眉弯般般, 小嘴红润饱满, 风情万种, 十八岁的杨宁生, 早已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, 这几年里, 猛如狼虎的女人们, 早就传授给她深厚的理论知识, 这将是她初次实践的机会, 她的内心充满紧张和激动, 当貌美如花的阿湘, 脱下全身衣服扑倒在她怀里, 杨宁生早就呼吸急促, 心仰难忍, 阿湘手把手教她掌握方向盘驾驶开车, 在阿湘的悉心指导下, 杨宁生终于能勉强上手, 两人安爱及班后, 阿湘逝时离开, 紧接着另一位早已等待多时的阿姨, 接替阿湘的位置, 一直到第三个女人完成同房, 杨宁生为了虚汗淋漓, 双腿发麻, 头晕眼花, 欲结见状让剩下的女人回家等候, 择日再来, 年轻人身体恢复快, 第二晚, 又是三个女人来到杨宁生的房间, 慢慢的杨宁生开始主动融入到村里, 他的手铐脚铐从此被打开, 遍地播种终于迎来花开, 第一个怀上孩子的正是阿湘, 接着陆续有女人怀孕, 杨宁生迎来了片刻喘息的机会, 然而没有更坏的甜, 只有累死的牛, 很快杨宁生出现生理和心理双重问题, 他开始害怕女人, 想到那时就有心反胃, 直至发展到身体毫无反应, 再也做不成男人, 杨宁生拒绝同房, 村里的人起初没有多想, 只当是杨宁生身体不适, 躺在床上的杨宁生不停回想起, 八年前被玉姐带到猪圈, 因为无法生育被残忍杀害的那个男人, 当年发生在眼前的一幕幕灰之谷剧, 杨宁生害怕, 他不能同房生子的事实被揭露后, 会获得同样的下场, 杨宁生想到了逃跑, 这个被他逐渐放弃的想法, 再次浮现出来, 此时选择逃跑是他最好的机会, 一是他早已获得玉姐和村民的信任, 行动自由, 二是附近方圆吉里的路, 他早已摸清, 于是一天夜晚, 趁大家都在熟睡中, 杨宁生偷偷打开房门溜了出来, 没有人发现, 每晚都起夜的玉姐, 正在自己的房间熟睡, 村里的狗早已熟悉杨宁生的味道, 他们睡得也很安稳, 通过两层房线的杨宁生信心大增, 本以为可以顺利逃离小山村, 没想到最后他还是功亏一篑, 在村口外出的必经小路上, 由于深夜视线极差, 杨宁生唯有注意脚下的陷阱, 踩中陷阱的他弹起的网兜, 缠住困在半空中, 杨宁生这才知道, 他根本没有被彻底信任, 这个只有在晚上才会开启的陷阱, 他从不知晓, 很快, 半夜醒来的玉姐发现试图逃跑的杨宁生, 怒气冲冲的玉姐, 再次把杨宁生打得半死, 然后扔到猪圈关柱, 逃跑失败的杨宁生半念俱灰, 他觉玉姐不会再放过他, 事实上确实如此, 玉姐原本打算把杨宁生禁竹笼淹死, 谁知第二天村里的女人, 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们来找玉姐求情, 玉姐又得知杨宁生逃跑的真实原因, 只是害怕不能刑防继续生子的秘密被发现, 于是格外开恩绕过他这一回, 但是死罪可免活最难逃, 玉姐想到了一个残忍的方法, 那就是割断杨宁生的绞筋, 彻底断绝他逃跑的希望, 茫茫大山深处, 想离开的方法唯有翻山越岭, 把山涉水, 哪怕是一个成年人都难以走出, 何况是绞筋被割断的人, 杨宁生被五花大绑在床上, 玉姐为了防止他大叫, 把他的嘴牢牢塞住, 随后玉姐用磨刀石把菜刀磨得极为锋利, 再用蜡烛燃烧消毒, 白黄黄的刀口在杨宁生的眼前晃动, 杨宁生的眼神里透露出恐惧的神似, 无奈他的嘴巴被棉布塞住, 只能拼命摇头发出呜呜的声音, 玉姐有一定的行医经验, 他伸出两根手指, 准确地在杨宁生的脚后跟, 找到用于双脚发力的脚筋, 拿起菜刀比对好位置后, 玉姐眼露凶光, 握住刀柄的手用力划过, 直接用锋利的刀刃, 当场割断杨宁生的脚筋, 可怜的杨宁生感觉到一阵剧痛起来, 脚后跟瞬间鲜血飙射, 接着是撕裂般的疼痛, 然后玉姐如法炮制, 又用同样的手法, 把杨宁生的另一根脚筋割断, 至此杨宁生的双脚彻底背掉, 等到伤口愈合后, 杨宁生的脚后跟, 会彻底失去爆发力, 正常行走没有问题, 但是想发力奔跑, 那是绝对不可能了, 听完杨宁生的故事, 萧峰深深同情起这个比他还小几岁男孩, 他没有怀疑, 这是否是杨宁生编造的虚假故事, 他眼神里的哀伤和流下的热泪, 告诉了萧峰故事的真实性, 通过杨宁生给他讲述的故事, 萧峰明白了很多关于小山村的真相, 包括对这个村里谁都不知道的一件事, 也有了猜测, 只是需要最后的确认, 萧峰问杨宁生, 他还想不想离开, 杨宁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想, 越来越想, 萧峰说他有办法带杨宁生离开, 他叫杨宁生现在去告诉玉姐, 就说他答应玉姐的要求, 想跟玉姐谈一谈, 玉姐进来后问萧峰, 是不是想通了, 萧峰假装配合的说是, 杨宁生已经告诉他, 他们并不会伤害他, 只是希望让他帮忙生孩子, 说只要他完成任务, 他们就会放他离开, 他相信杨宁生, 每天都有美女相陪, 他就当是在这里度假一段时间, 玉姐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, 他乐呵呵的对萧峰说, 他能这么想就最好了, 萧峰问他需要生多少个孩子, 玉姐说三十六个, 他不假思索的给出答案, 果然, 萧峰自言自语小声嘀咕, 玉姐问他在说什么, 萧峰赶紧转移话题, 说他在吐槽有点吃不消, 他可以答应, 不过他有个要求, 好歹刚刚是他的第一次, 太过草税了, 他也想要像杨宁生十八岁成人里那种待遇, 杀猪宰羊, 当怒高挂, 玉姐一口答应, 第二天, 村里再次忙碌起来, 萧峰则让杨宁生带着他, 到附近领略大山里的风光, 为了打消玉姐的疑虑, 萧峰自愿带上脚链手链, 身后还寸步不离地跟着看守他的人, 玉姐见萧峰如此配合, 没有多疑, 索性随他而去, 萧峰说他去前面上的厕所, 叫他们就在这里等他, 说着萧峰钻进一片密林中, 几分钟后他原路返回, 随后就回去了, 回来后萧峰躺在床上静静等待, 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, 他的房间里迎来了今晚的第一个女人, 他的年龄不大, 看起来文静羞涩, 有着这个村里少见的淳朴, 萧峰爬起身来看着他红红的小脸蛋, 问他叫什么名字, 多大了, 女孩小手交织在一起, 脑袋低垂, 小声回答说他叫阿秀, 今年十九岁, 看他的样子很可能未经过人世, 在外界这本该世话一样的年纪, 穿上绚丽的彩裙, 画着精致的妆容, 而在这个小山村, 阿秀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萧峰的房间, 把最宝贵的东西交给他这个陌生人, 萧峰对阿秀说, 以后去了外面,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, 找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人, 阿秀说阿哥说的话他听不懂, 他们不可以去外面, 那样会触怒山神的, 阿秀的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, 就像谈论到某种大逆不到的言论, 萧峰说很快他就可以出去了, 第一, 口袋里的手机传来久违的动静, 萧峰知道, 时间到了, 房间许久没有动静, 引来外面欲解的猜疑, 他走进来催促, 问怎么还不开始, 萧峰说他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, 跟着玉姐来到堂屋, 看着等候在外的妇女们, 他指着玉姐大声说, 他们不用被这恶魔欺骗,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搞的鬼, 他是这个村里的罪人, 村里的男人根本不是触犯山神死掉, 而是被他害死的, 萧峰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惊呆了, 玉姐最先反应过来, 他脸上的惊恐一闪而逝, 随后换上喊毒的面具, 叫萧峰住嘴, 别再胡说, 萧峰说自己没有胡说, 当年就是因为玉姐告诉村民山里有宝藏, 让他们连夜去挖掘, 谁知那晚大山遭遇塌陷, 所有人全部被埋进深坑, 他害怕真相揭露, 所以他把责任推给山神, 不让村里的人外出, 他自知罪孽深重, 所以鬼片男孩来村里传宗接代, 只为给村里增加52口人, 正好弥补当年那52条生命, 萧峰一口气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, 玉姐已经彻底陷入癫狂状态, 他正要去拿武器杀害萧峰, 这时, 大门被一群警察踹开, 屋里的众人很快被控制起来, 玉姐像陷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地, 说那晚他明明看到, 山地上又发光的金银珠宝, 萧峰说玉姐看到的, 不过是几百年前遗留在山地上的影像, 事实上那座山是一座铁磁山, 可以把几百年的少量影像, 短暂的现象出来, 刚好那晚雷电闪机被他看到, 听了萧峰的解释后, 玉姐嚎啕大哭起来, 不停地忏悔自己的行为, 当初萧峰的手机和指南针失效, 正是被铁磁山的磁场影响, 包括在小村里没有信号也是这个原因, 杨明生告诉萧峰所有事后, 他想到了这种可能, 于是第二天萧峰走出磁场的影响范围, 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报警, 并发送了小山村的位置, 至此他和杨明生成功获救, 好了,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 我是主播老黄瓜,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